往生者的相片可不能这样子摆放 大家好,我是莫莉芬芳 家里放遗像,好吗? 从风水的角度讲 家中任何地方挂遗照都不是大吉的 如果你坚持要挂,其实也并非绝对不可 只是请要注意,不要太大和很显著 因为遗照在最正统的玄学风水理论中 是容易招惹灵界物的 甚至招得的灵物并非原来的往生者 建议若挂的是尊堂的照片 可放于家中西北尊或西南堂角 若家中位置允许 强烈建议把遗像另外置于一个房间 好让往生者有安静之所 哪些地方不能放老人的遗照 第一,卧室 许多人将老人的遗照放在卧室之中 表达对老人逝去的怀念 其实这样是非常不宜的 老人的遗照阴气较重 而人睡着的时候 阳气较弱,久而久之 会使人阴气沉沉,恶梦不断 导致运气衰落,甚至遭受厄运 第二个,客厅正中 如果将遗照放置于客厅 最好不要放在一进门 就可以看到的地方 若是家中来的客人 进门便见到老人的遗像 对客人不太尊重 另外,老人的遗照应气重 放在正对门的位置 不利于屋子的整体运势 而且容易招惹野鬼 对家人不利 第三,存放杂物的房间 有的家庭在老人去世之后 将老人的遗像摆放于 老人生前居住的房子 又在房子中堆积了大量杂物 这其实是一种 对老人极不尊重的行为 而且遗照本来就带有阴气 又放置在久无人气的屋子中 会使房子中的阴气更甚 家中的老人,小孩,阳气较弱 容易受侵扰 会出现老人身体不适 孩子精神萎靡 成绩下降等情形 家中挂已故亲人的遗像 有何讲究与禁忌呢? 遗像以前一般是放三年 不过现在一般是等七七 或者百日之后就可收起 以前留下的全家服务相片 可以继续在家中摆放 没有禁忌的 农村一般是正屋正墙 不能有其他东西遮挡 不能在一项前摆放杂物 及脏东西 楼房的话最好挂在客厅 位置要偏一点 一方面客厅阳气重 可以压制住一项产生的阴气 另一方面 有客人来不会影响到人的情绪 仙人遗照应该如何妥善处理 第一 仙人生前有指定遗照的 按照仙人的要求去做即可 没有指定遗照的 建议大家选择仙人一生 最鼎盛时期的照片 作为遗照为家 因为人死后多数都会脱象 还是用生前最富态的照片 不光以示尊重 更是一种缅怀 颜色部分多数都以黑白为主 第二 仙人在发送提灵其实的遗照 应该在送盘禅火化或下葬之时 一同焚化为家 若后人想保留 在逢年过节时 用于供奉祭祀使用的 也应该重新制作 不宜使用提灵期的遗照 以免殃气不散 反流自逝 造成犯忽 第三 阴阳相隔 生死永别 若家中没有特殊要求的 最好不要长期悬挂仙人的遗照 而且即便有祖先堂的 也最好供奉仙人的神主牌位为最佳 遗照的供奉有些不得法 第四 保存仙人遗照时 最好用干净的红布包裹 上了年纪的仙人遗照 在红布里面 还要加一层黄布包裹为最佳 静静用笑布 无论是否洗过的笑布都不可以 包裹 黑布 青纱 也都不可以用来包裹 因为这三者 会造成笑气不散 丧气成煞 属主大凶 第五 仙人去世之后 其照片都应该单独整理成册 不宜再与活人的照片放在一起 对于那些活人和仙人分不开的 更应该单独整理出来 然后在每张照片的后面 或是整本相册的后面 压制五角莲花硬币 或百元大钞 用钱币的阳气 去化解遗照的阴气 尤其是那些已婚少王的 观寡可能还会想再娶再嫁的 更要妥善处理好与先夫先妻的合影 第六 乔迁新居或是外出借宿 一旦看见屋内有仙人遗照 均不可继续入住 无论当事人是有心的还是无意的 为了安全起见 不住是最明智的 第七 那些用于供奉祭祀类的先人遗照 譬如过年供家仆祖先的 在初二受年之后 要一遍从供台上引寝下来 包裹好 继续放在家中保存即可 所有遗照的保存 都应该放在家中干净光明高处 不可与杂物一起置于黑暗潮湿处 实属大不见之祸端 第八 仙人遗照的制定 要不就是头像 要不就是全身像 禁止半身像 还有一点 关于那些录制 葬礼细节的 无论是何种缘由去拍摄 一定要带着一颗恭敬心 然后影片光碟等的保存 也一定要光明洁净如法 以上建议供参考 实际可结合当地上葬风俗妥善办理 其实一项只是留个纪念 只要您有心 可放可不放 死者也不会追究您到底放了没有 把照片用光碟保存好 让其几十年都清晰可见 也是一种很好的纪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